冰柜里边还有点冷冻牛排 今天咱们简单吃一个红烧牛排 咱们先简单的给它清洗一下 先把这个牛肉给它清洗一下 咱们把稀浩的牛排给它下到锅中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水开后咱们给它撇一下浮沫 没想到这里边的浮沫竟然比我想象中少很多 应该是我洗得比较干净 焯差不多咱们把这个焯好的牛肉给它烙瘦 咱们给里边来点清水跟水 给它清洗一下 接下来咱准备葱姜 然后把葱给它切成片 然后再放点蒜 把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五六成热 微微冒烟 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简单的给它煸炒一下 煸炒出香气 炒出香气以后 把牛肉给它煸炒出香气 把牛肉给它下里边 然后把牛肉煸炒一下 然后给锅里边来点八十年素来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上三个卤料包 然后稍微来点盐 然后来点蚝油 来点老抽 然后咱们给它盖盖炖上两个小时 然后准备葱姜蒜末 然后准备现胶圈 然后准备点猪肉馅 这是五花肉馅 当然有点肥了 里边来半勺辣椒酱 半勺黄豆酱 半勺皮鲜豆瓣酱 然后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老抽 然后来点蚝油 把它搅和到一块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一点点底油 咱们把肉末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把肉末炒熟炒香 先把这个姜末给它下里边 先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下一部分葱末 再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然后炒差不多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酱料给它下里边 再给里边来点十三香 来一匹丢盐 再给里边来点水溅粉 大概到这种程度就完美了 然后咱们给盘中下一块内置豆腐 然后咱们准备三个鸡蛋 稍微给里边兑上25%左右的水 然后并且给它搅散 然后咱们把搅拌好的这个鸡蛋 倒到豆腐中 盖盖咱们大火给它蒸上8分钟 咱们把蒸好的鸡蛋羹给它捞出 然后咱们把这个炒好的肉末倒上去 最后咱们给它上边撒点线油圈 牛排OK了 咱们给它出锅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挺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我先来一口这个牛肉 咱们的牛肉炖得相当软烂 骨头居然一咬直下居然逃跑了 嗯 完美 咱们这个唯一的缺点啊 就是汤汁收的有点过了 咱们来加一块 哇天啊 这个牛排还是蛮诱人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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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超厥 已经炖至极致软烂了 这骨头已经自然脱落了 汤汁的收的太干了 不然这个汤汁拌饭绝对是完美 超级决决子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这个块太小了 嗯 煮的相当到位啊 而且这个牛肉相当入味 哇呀 这块对我来说太满足了 吃肉不就算 香味少一半 这个牛排买的时候就是冷冻牛排啊 不是特别肥 回头买个肥点 买个这个吧 这块太小了 看着不过瘾 稍微来一勺咱们的蜜汁窝蛋豆腐 再来一块牛肉 哇 看 接下来就是咱们的happy time 嗯 爽 爽 这四块的豆腐 配上鸡蛋在这个肉末的加持下非常下饭 让我未经世事的小男生花枝乱颤 真是太让人开心了 似乎一间的鸡蛋 把从来吃起来 这个鸡蛋会太快 就很吃了 这个鸡蛋 很酱 这边看起来 这边这个鸡蛋 这边吃起来 我可以吃了 这个鸡蛋 太大了 太大了 很酷 太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